国民党政策会日前召开修宪公厅会之后 二十号再度召开 讨论考试监察两院人事调整 跟修宪门槛是否要降低的问题 国民党团仍然支持考监两院存在 但人事职权等项目可以修改 不过出席的学生直言 考试院的职责跟人民有距离 提出监察院谈何案不多 表示若监察院一定要存在 就必须让人民有感 另外民进党不断主张要提出修宪门槛降低 国民党立委跟学者认为 修宪实质效果跟内容才是最重要 光谈降低修宪的门槛根本是本末导致 有人说那是不是要修宪的时候 先把这个门槛降低 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导致的一个看法 实质效果跟内容是最重要的 我们应该在我们整体国家的安全的基础之上 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修宪本来就应该要高门槛来做 因为我们在一个越民主的国家来说 没有错修宪是要容纳各方的意见 可是就是要容纳各方意见之后 你还是要有个决定性的东西来做 那所以大家要有共识 这共识当然目前的制度只能靠表决 那这个表决就一定要高门槛 如果你不高门槛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有人反对 蓝六要不要降低修宪门槛相较上回公厅会 将公民投票权降低到18岁的共识 相较之下并不高 六位旅学长也认为如果修宪门槛降低 恐怕有人会借此包装制限 加入统独国号议题 可能会引起国际两岸区安全紧张 表示应该审慎思考 记者两个岛秀 立法院陈宏报道